欢迎收看宏观热点,我是刘洪 美国防务安全合作局6月29日宣布 国务院已经通过两项最新对台军售案 这是拜登2021年1月上任以来第十次对台军售 也是今年第二次 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尤子祥 听听他的解读 尤子祥老师你好 刘洪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美国防务安全合作局日前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 估计总值4.4亿美元 对于此次军售,您做何解读呢 我们知道这一次刚宣布的军售 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第十次对台湾的军售 拜登的这些军售除了2021年 他本来要卖给台湾一个叫帕拉丁自行火炮 后来对外的说法是说产线有点排挤 但真实的理由应该是 台湾觉得买到的是个旧款 所以后来不买了 改买这个叫做海马斯的火炮 然后呢,所以拜登那一次是卖给台湾这个 然后后来呢,拜登几乎所有的军售 除了刚刚宣布签约的叫做火山车载地雷系统之外 剩下所有的军售,他其实卖的都是零件啦 勤务啦,服务啦,卖的是服务 还有呢,他卖的是弹药,都是台湾以前买过的新买的弹药 所以你可以说啊,拜登他卖给台湾的多数不是设备 多数是卖服务,或是卖弹药啊,这是拜登在卖给台湾的时候啊 他的军售的方向,那这代不代表说好像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好像有点减少了呢 这不代表啊,因为台湾之前已经买了非常多的设备了 包括我们知道有66架F16 108辆啊,这个M1A2的坦克 还有29套的海马斯火箭炮 全部都还没来,货都没有到 所以美国呢,过去台湾买的货不给你 呃,货不来,然后现在又要卖新的 他卖新的卖什么呢 通常就是卖服务,卖零件 这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把台湾啊 基本上我们最近常会讨论说 我们有一种新的卖东西的方法 叫订阅制,交会费 等于台湾是定期要交保护费给美国 他动不动就开一个明目 卖的就是你要新买弹药 你要新买零件 你要买我的服务 所以其实啊,现在慢慢的 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变成像是付保护费一样 是常态化了 那你既然买了他的东西 他现在说我要收服务费 你能不付吗 你不付你的设备就没用了 所以美国就是用这种军售呢 去牢牢的控制住买他军售的国家或地区 然后台湾就变成这种美国随时可以提款的提款机了 从日前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分别通过2024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要进一步推进美台军事合作 到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访华行程后持续变脸 针对台湾问题玩起文字游戏 您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究竟在玩什么把戏呢 我认为美国就是在玩两手策略 这什么两手策略 第一呢,他对大陆也是在玩两手策略 一手是说我愿意跟你谈 另外一手是我继续打压你 你看美国最近对中国芯片的打压还变本加厉了 另外一方面对台湾他也玩这个 他一方面说我不支持台独 可是他同时呢,他又在做鼓励台湾当局跟大陆对抗 要跟大陆划清界限这样的事情 美国认为啊,他可以搞这种大陆这样干 台湾也这样干 然后再用他那个语言啊 那个那张嘴皮啊 想要把这所有矛盾的事说成好像美国是有道理的 可是美国事实上谁也骗不了啊 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台湾,以美论越来越高 那在大陆呢,很多人听美国说话 基本上信用已经破产了嘛 因为你说一套,你做一套 而且他两岸都怎么干啊 所以呢,我认为美国就是用这个策略 在处理中国或是处理台湾的问题 那这个,以大陆啊,要怎么样对付美国呢 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16个字啊 这16个字就是说明道理,化明红线 然后呢,如果是朋友,是友的话 我就上九,是敌的话,我就亮枪 只要按照这16个字的原则啊 我把道理讲清楚 然后我把我的底线,红线,化清楚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尊重我的底线 你照道理办事,我就跟你善意,对善意 如果你不照道理办事 如果你踩踏我的底线 我always做好准备 用我的方式来应对你 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样 其实美国不管怎么搞 说一套,做一套 不管玩什么两手策略 怎么玩,都是大局是掌握在 两岸中国人的手上